水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至关重要 您曾经想过没有它的生活吗? 我们的生活将会是怎么样的呢? 为了确保我们所需水源的储存 高质量的水箱是这个问题的最好答案 由于有不同类型的水箱 所以选择最优质的水箱对你的家庭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考虑这三个主要要素 家庭成员的数量是水缸大小选择的第一个重要要素 最广泛使用的估算方法是 家庭人数乘以储存用水的天数再乘以200 然后您就可以为您的家庭选择合适的水箱 第二个要素是为了选择一个合适的水箱安装空间 您可以看看这个安装区域的状况 比如这个区域的宽度 从地板到天花板的高度 入口和出口的宽度和高度 以及它在室内还是室外安装 最后在选择合适质量的水箱时 材料也扮演着重要的因素 目前水箱是由几种材料制成的 但是如果您通过观察它们的功能来比较水箱 聚合物水箱是最受欢迎的 因为它含有所有必要的功能 市场上的聚合物水箱通常是由传统的LLDPE 和更为坚固坚实的碳6工具单体LLDPE生产 通过实验室和日常使用对这两种材料的测试 发现碳6工具单体LLDPE 比传统的LLDPE更加结实 由于碳6LLDPE的分子结构 比传统的LLDPE紧密结实 所以无论何时 您要寻找高质量的水箱 一定要选择碳6LLDPE水箱 这是由泰国唯一生产此类材料生产商 PTT Global Chemical 只需看一下这三个简单的标准 您就可以选择高质量和耐用酒的适用水箱